繼續來關心中國純冰準的案件 將中國國台版出面 要求台灣要趕緊公佈進行 還批評海委會主委冠闆林 將來效果是要由台灣來信任 我們來海淳書就發出聲明 陸委會也回應中國 說對事情發生到達 我們都盡力在協助 中國所在那裡的黑白生為黑白疾恐 由中國卻不可以再繼續 沒後趕緊交通比較重要 中國快庭早日外去問 主席冰準事件已經兩星期了 中國國台版日被記者回省 讓你批評我們從 到政府公佈進行和會實力 竟給點名海委會主委冠闆林 我們嚴正要求 台方盡快公佈事實真相 大陸方面保留 採取一切措施的權利 一切後果由台灣承擔 大家看到 管碧林把處理2142新壯城事件 當成是個人政治表演 極為冷血為人不齒 海神書發生民反擊 說關佩林第一時間關心 這次安斷夢靈 呼籲加修 對案情台度 請說真的要求人民監督 並且這次對立場沒有修正留意 造成無法盡緊了解案情 已經公開表達真實的 也還在說到以法行政立場 民眾黨所說的歐盛龍準事件 政台司法調查 要是外界關心 這個案件起因是 三無準者違法 外界涉及中方的安裝家庭來執法 對立場媒體一直對問 祝宏林並沒有這麼便來回應 我們是否可以回到問題的起點 該如何從源頭來更好地管理 這類的三無預船 當下問題的起點就是搞清楚 事件到底是如何發生的 留意會回家對三無準者事件發生以來 我們方前全力協助 嚴格中方以外後外科屬室 絕對不是性心處理的政客方式 還在後有對方停機對台灣後面的制裁 在無所政治進隊的進行交通對位 因為海神書跟中方家修代表團的談判 好像繼續站在那裡 講一下今天會不會再開會 中方人員四處列列飯碟大廳 以後去問貴樓上菜尾 海神書專案修作人員是換所大的所在 本來團出相後慢慢有共識 中方要求的公開發生 可能改作出面發生 有未經報分已經說到人民票 大概有140萬 嚴格是不是要進行第十百的協商談判 也要來觀察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